计定好锅底温度以及油料炒制温度 把锅预热后下料 启动机器进行油料翻炒 芝麻翻炒需要高温快炒 大概十分钟左右可以炒至215度 芝麻到达炒制温度 机器会报警提示开始下料 洋烟 叶压炸油机开始炸油 芝麻香油香气扑鼻 油色漂亮 出饼 最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刚才芝麻炒制的效果 用我们炒锅炒的芝麻颗粒颗粒饱满 横胀感强 这样的效果出现